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以及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老官好 大家好 在今天的股民Q&A 特別要請到網紅模仿藝人齊鴻 齊鴻你好 齊鴻你好 大家好 齊鴻你會模仿誰 我會模仿陳前總統 我是扁哥 大家好 好 那你可以阿扁上聲跟我們講一下 你現在手上的持股是 既然我是扁哥 我買的一定都是第一名的股票 你看 這個代理官第一名 這個總共 陶租人員也是第一名 大家說對不對 謝謝 好 那我們往下看 你還有鴻海 鴻海已經賣掉了 鴻海在這個 鴻達店 對 在大選前就出清了 那鴻達店呢 鴻達店那是我很早 大概09年就出清了 那是賺錢的是不是 賺錢 然後去買房子 好 所以我們等會來 聽聽齊鴻有什麼問題要請教 不過剛剛也談到台積電擺尾 台積電為什麼能夠擺尾呢 因為台積電在昨天召開了 台積電技術論壇 這可是產業界大事 這裡頭 觀眾朋友要注意 這裡頭藏著投資密碼 所以我們來看台積電 昨天的技術論壇 到底說了什麼呢 他說他要打造3D IC的技術平台 密碼是不是就藏在這裡呢 同時台積電有公佈了他的 貝爾實驗室的模型 他說明年就要試產三奈米 要狠狠地把三星甩在後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的 技術論壇一召開之後 欲神同心這三檔台積電概念股 直奔漲停 所以我們來看 哪三檔台積電概念股 直奔漲停呢 下一頁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紅素 樊軒 星雲 這三檔因為台積電老大哥 在今天兩等漲停板 所以連老師 昨天的技術論壇藏著投資密碼 對 除了我們所知道說 台積電在奈米技術的話 5奈米 3奈米 2奈米 什麼都已經贏過 三星以外的話 其實昨天這個所謂的 投資密碼的話 仲裁的話 他講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之前 大家可能沒有預估在獲利裡面 大家所預估的是 奈米技術的成長 或是以後的意識整合 但是大家沒有談到這個地方 叫做3D IC 到底什麼是3D IC 對 那過去的話 我們知道就是說 2D IC 就是平面的 就是說原則上 我把所有記憶體 包括Logic AI就CPU 跟繪圖晶片 或者我把射頻 把記憶體 低論快省記憶體 或者是微基電的東西 分散 在一個窄板上面 就是過去了 對… 後來台積電的話 他發明了一個叫 散出技術 還有擴發石技術 讓這兩個技術 讓台積電 成長速度非常快 那是2.5D 因為他比人家做2.5D 是他中間這邊 又弄一個所謂的 細的中介層 細的中介層 做完了之後的話 他會穿孔 所以之間他們都會連繫 所以頻寬就放大了 而且功耗 也就散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因為台積電 把2D改成2.5D之後的話 整個技術 在散出擴發石的部分的話 讓他不斷的在接訂單 尤其你可以發現 因為這個技術的話 本來以前iPhone的訂單 都是給誰 都是給三星 百分之百給三星 後來好不容易 台積電拿38 三星拿70% 但是到了2015年 iPhone 6S的時候 那時候台積電是16奈米 三星是14奈米 但是就是因為 台積電在這一方面 漏電的控制做得很好 所以原則上你可以發現 我買一個手機 是蘋果的手機 發現這個手機怎麼這麼熱 一打開的話 原來是三星做的 所謂的這個AP晶片 這個手機很棒 流暢度很高 原來這是台積電做的 從2015年iPhone 6S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整個台積電訂單的話 拿到iPhone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到現在 也就是說三星14奈米還做輸 我們16奈米 所以我們回來看 3DIC到底是什麼 剛剛其實連老師說 這是過去 那現在最新是這樣 是不是 是他們堆疊在一起 對 台積電的總裁 這個位子加講 我們的另外一個 所謂的投資密碼 就是3DIC 因為這些都是2.5D 所以它現在大部分都是2.5D 所以它本來是平面這樣放的 將來的3DIC 它可以這樣往上堆疊 對 原則上你可以發現 這種平放的東西的話 它用了載板就很大 用載板要塞這麼多的東西 說真的 載板的面積大的話 你做出來那個晶片的話 就很大很大 我們知道手機就是要輕薄短小 你就是那個晶片要變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結果你的載板越用越大 因為你記憶體用多了 你LOGIC也用多了 你微鏡也用多了 你可能被動元件 功力元件 你所有東西都用多了 用多了之後的話塞不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用的技術的話 沿著上的話我們就用堆疊 把堆疊上去 觀眾朋友可能還聽到姆薩薩 其實這樣的3DIC堆疊技術 Sony也用了 它的CMOS也用了這樣的技術 對 它現在用的方式的話就是 本來CMOS的話是一顆放在這邊 然後DIC堆疊的話放在這邊 記憶體放在這邊 它現在把它堆疊了 那堆疊就是立體 兩個就連在一起 所以這個畫面是 它因為堆疊 所以它可以讓影像呈現得更細膩 對 所以它一片一片這樣疊起來 是嗎 對 它就是所謂的這個 CMOS跟DIC堆疊起來 它裡面用的窗孔的話 把它兩個做連接 所以東西爬了跑去 那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CMOS的記憶體 越快的話 其實它跑速度會快 因為有DIC堆 還有快閃記憶體 DIC堆是跑速度的 快閃記憶體的話 它是在容量的部分 所以它才可以讓慢動作的影像 變得這麼樣的細膩 對 刷新力會快 就是等於說每一秒 它的夜面的 這個畫面的一個 所謂的跑速度的話會快 那清晰度還有準確度的話 就會比較高一點 衛生家昨天說 未來晶圓代工 決勝的關鍵就在3DIC 所以在今天好好談談3DIC 剛剛林老師也談到3DIC 可以讓空間變得更小 所以阿關手上是 西門迪阿宏見我們的iPhone X 畫面上你所看到 這個是我們的鏡頭 其實這是鏡頭 看到沒有 這是鏡頭 好 我用側面給觀眾朋友看 這薄薄的一片裡頭有什麼呢 有鏡頭 有PCB 有好多晶片 有線路 全部都堆疊在一起 就叫3DIC 也因為只有3DIC的技術 可以讓這所有的 裡裡扣扣的東西 全部堆疊在一起 卻用這麼少的空間 所以3DIC 既然是投資密碼 個股怎麼看 對 3DIC 當然我們說台積電是最棒的 但是它的概念股在封裝的部分的話 技術耐耐最久的話 是所謂的精彩 3370的精彩 在封裝的部分 它的技術是最強的 好 精彩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是開高震盪收漲超過3個百分點 對 那我們看K線圖的部分 因為這類型股票有人 賺2塊錢 有人賺5塊錢 其實到目前為止 它的獲利還是跑不出來 所以原則上你用本業比它都太高 或者是用股價淨值比它都太高 所以原則上我們還是認為 既然它是一個成長性產業 就是用現在的價格去買 但是問題往上漲20% 15%到20%是停利點 所以跌破10%就是停損點 可是它在這個地方整理很久 有辦法突破嗎 還是有可能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技術的領先值 它是做封裝的 對 還有繞色型元件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將來要走3DIC 封裝是不可或缺的 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精彩是可以留意的 3DIC概念股 台積電昨天還特別談到了 它的台版貝爾實驗室 對 因為未來要走3奈米 要走3DIC 所需要的人力跟物力實在太多了 因為這個美國的貝爾實驗室的話 確實創造很多 若貝爾的一個所謂的得獎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很驚人 那為什麼要成立台灣貝爾實驗室 我們看下一頁 因為未來所發揮的人才 還有那個資金很可怕 第一個 技術 你想想看 16奈米 我們剛才講2015年 2016年 那時候在增減iPhone6S 那時候塞的電晶體是2820萬個 但是你現在看 10奈米到4800 7奈米是1億個 本來7奈米只有8000個 後來他去買了EUV 上次蔡總所講的極紫光設備 8000個馬上塞成1億個 多2000萬個出來 所以EUV很重要 你想想看5奈米1億7000多個 未來3奈米2億5000個 你想想看 要在5奈米3奈米每平方公里 塞1億7000個 塞2億5000個所謂的電晶體 是不是很困難 所以一定要爭取人才 所以要貝爾實驗室 那我們現在講說 為什麼三星落後所謂的台積電 我們看剛才那個圖的部分 現在不是在拚5奈米嗎 剛才塗那個部分 這個5奈米 其實三星他能夠塞的電晶體多少 1億2000萬顆 但是台地電可以塞 1億7000萬顆 而且重點他量力高 現在6萬片 會增加到10萬片 所以原則上他的5奈米量力是很高 但是三星沒那麼少 因為他的所謂的5奈米 到目前為止的話 只能塞1億2000萬顆 三星的3奈米延期到2022年以後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計劃 好 換句話說 我們可能領先三星至少一年以上 那我們回來看台積電的股價 2330台積電的股價 我們看到在今天是白尾收漲 漲了7塊半 對 因為台積電目前的話 原則上它的一個穩定度很高 那你說有人說你的營收會摔退8% 會摔退這個成長18% 但最後他說我成長28% 好 老師466.5會來嗎 對 因為我認為就是說 一個成長性的光 因為我們看它歷史的一個本益比 歷史的本益比 通常成長性用次年的本益比 它目前的本益比 區間大概是20到25倍 那20到25倍以明年19塊多 快到20塊的水準來看 它大概就是385到4 大概485左右 385到485左右 那這中間有個重要的關卡 是466.5吧 對 所以原則上我是覺得 它應該會到500 它會到500 因為成長性的公司 它的本益比會一直往上拉 尤其像台積電這一種的話 過去的話 蘋果的本益比是13倍 那現在蘋果的本益比 它只賺15塊 股價已經拉到哪邊去了 所以原則上我是覺得 台積電的本益比會拉高 所以原則上我認為 台積電其實上限的話 應該是看500 好 台股看台積電 美股看蘋果特斯 不過我們回來看 有個好消息是Google 要在台灣成立第三間 資料預算中心了 Google以前之前 在台灣已經做了兩座 現在要做第三座資料中心 而雲端是不是未來的主流產業 我們看Dow Jones調整了成分股 有一家公司叫做Salesforce Salesforce是什麼公司 可能我們覺得很陌生 但它就是做雲端的 所以當雲端的角色 越來越重要之後 Google持續在台灣擴廠建廠 就顯得格外有意義了 確實我們都很關注 這個稻窮成分股的調整 因為稻窮是全世界 大家最關注的指數 指數裡面的成分股 那當然是重中之重 所以每次的稻窮的調整 大家都會特別去看說 這次誰進來誰出去的 而且會被抓進來的 不是只有這家公司 而是它背後整個產業 一個市場的趨勢 我們就以這次來說 誰被剃掉了 艾克森美孚 石油公司的龍頭被剃掉了 再告訴你什麼事情 能源業不行了 你看油價不是只有今年低 已經低了好幾年了 來 製藥 輝瑞很大廠 可是輝瑞算是比較老牌的製藥 所以你看 這一次一樣找了個製藥進來 找了誰 安慶 安慶做什麼的 它是現在最夯的生技製藥 基因製藥 雖然都是製藥 可是再跟輝瑞比起來 它是比較先進的這一塊的部分 好 那再來 國防科技雷神 雷神在你說應該還滿夯的 譬如說你看到 從F-14 F-15 F-22的雷達 都是它做的 最近最夯的全球之音 它的感測系統也是雷神做的 可是你看到這時候 它被剃除掉 換了誰 Honeyware 他講到Honeyware 他肯定想到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 你知道你就太小看它了 沒有錯 它做加進是它的一個部門 可是 漢威聯合 它其實也是在做軍工的 做航太業的 很多的知名的這些 什麼監測雷達監視系統 其實都是它做的 尤其它還會做飛機的引擎 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換句話說 漢威聯合 它其實的這個 整個產品面更廣 它還會做安防的設備 所以你看這一次被挑進來 可是大家最關注的 當然還是這一個 Salesforce 它是做所謂的雲端軟體 尤其是今年的大戰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企業都不敢出差了 所以知道什麼 我做視訊 那這時候都要透過雲端 去做這些工作 所以它包含著雲端的視訊 雲端的軟體 就是說我不需要自己買軟體 我全部在雲端處理 所以我們的硬體的需求相對少 所以它就是這樣子一家公司 可是如果你想到雲端 那Google怎麼沒有進去 Google不是比它更大嗎 所以就要提到了 因為道琼指數它在編制 它是一個價格加權 我們一般常聽到的都是 加權指數 可是我們都是市值加權 可是道琼是只有價格加權 那這時候就產生一個問題 如果一檔高價股加進來 它的指數會暴增 Google股價 因為它高達1600多塊 太貴了 太貴了 所以它因為這個樣的原因 沒有加起來 不是它不行 當然對台灣來說 最大的意義 不是你這個成分股調整 而是Google準備要在台灣 加碼成立第三個聽清楚 不是第一座 而是第三座的資料中心 所以我幫大家整理 Google在台灣原本有兩座 第一座是在彰化的髒品工業區 這是在2016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布局了 到後來 去年的時候 再多了一個台南的科技園區 這一次是到斗六 它把中間的土地買下來 大家在傳言 雖然Google都還沒有正式宣布 但是大家傳言 應該是準備蓋第三座的資料中心 除此之外 它也在板橋的遠東科技園區 租了一個很大很大的辦公室 準備4000個人進駐做什麼 全亞洲最大的研發基地 而且你看剛剛的髒品工業區 已經是全亞洲最大的資料中心 所以大家看到Google有多愛台灣 更不要忘了 大家也知道 幾年前它把宏達電的手機部門 給整個買下來了 所以它在新店也有算是一個廠辦 所以這是我們看到 Google這幾年在台灣的動作 大家想為什麼Google這麼愛台灣 它為什麼一定要在台灣 我幫大家整理大概幾個可能的原因 第一個我們看到 為什麼它要佈局台灣 當然台灣的地理位置重要 在亞洲的算是比較中心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台灣是科技重鎮 你今天要來這裡 你需要有一大堆的support你 台灣當然你要的東西 要人有人 要硬體有硬體 要軟體有軟體 我都可以support你 所以它當然要選這邊 再來還有什麼 我們台灣的科技人才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各種地方便宜 科技人才當然很多地方有 但是台灣的科技人才相對便宜 講蠻辛酸的 對 這真的是蠻辛酸 第三個很特別的就是資安問題 你看為什麼很多的科技業 要從中國出來 很多人來了台灣 不只是Google Facebook也來台灣等等 都來台灣 雷雯也來台灣 所以Google它也來台灣 看上資安問題 講到資安問題 我們給大家看到 這個Google的資安 真的是超級誇張的 這可以直追你到軍事基地的那種感覺 因為你要進去Google去參訪 基本上事前申請 那就不用說了 你都已經申請好 進去之後你還要過六關 要過六關 超誇張的對不對 好 你看 就看到影片裡面 最基本的你看到Google的這個 它在美國號就有人去參訪 你看它的旁邊都是那種有刺的那種 那各種的監視器 那就更不用說了 而且我看它在照它的眼睛 對 因為你不是只有這個證件而已 它要紅毛辨識 確定你就是這個申請的人 你才可以進去 所以進去之後 來 你知道每一關每一關 進去之後 大家特別注意到 而且我看他們兩個一起 為什麼要分開走 對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那一個人進去等了很久 另外一個人才進去 Google申請 你能夠進去的時候 它有兩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個它有所謂的最低權限 因為它有分很多層分很多區 你的權限到哪裡 你只能到什麼地方 不是你申請的 你到處都可以去 第二個它是嚴禁跟隨 不管是人或是車 你有證件 譬如說你有兩個人同行 你個別有個別的證件 第一個人進去之後 門關起來你要重刷 確認才可以進去 你不可以跟那車子也一樣 嚴禁尾隨 對 你前面一個人進去了 前面一台車進去了 你不能說想說門開了 我順便不去 抱歉不可以 你要等它門關起來 重新再Pass過去 好 我們很少看到 我們很少有機會看到 Google的資料運算中心 對 我們再讓觀眾朋友 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因為Google已經在台灣 成立第三座了 這個畫面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那個電腦 好不得了的多 對 你看到裡面 它最心臟的部分 據說只有1%的Google員工 自己可以進去 嚇死人了 這個Google據說是吃電 和吃水怪獸 是的 因為你可以想像 這麼多電腦吃短片 對 你想到 你看它這個一座的資料中心 動輒伺服器都是幾萬台 甚至幾十萬台 上百萬台都有可能 那所有的伺服器運作 基本上都要電 那也就算了 更重要的是會發熱 溫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它降溫 對 所以就有 美國它有統計過 每一座Google的資料中心 一年要耗多少電 3億千瓦 3億千瓦大概沒有概念 我們換算成 如果用美國家庭來說 夠3萬人用一年的電 你就知道這個電有多可怕 可是這麼多的電當中 其實只有6%到12% 是真的用在系統的運作 換句話說 有80幾%是都為了要怎麼樣 降溫 因為所有的電腦設備都一樣 都必須要在低溫當中 譬如說我們在攝影棚 也常常都冷氣開得很冷 就是為了 不是給冷卻 是給漆氣吹的 這個Google中心也是一樣 所以它為了降溫 它要用冷氣 問題 耗電很貴 所以你看到Google 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它用水去冷卻 所以你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有很多的管子 都是它的冷卻系統 比如大家現在看到 是它在芬蘭的一個資料中心 它旁邊就是影 旁邊的湖水透過管子 經過處理之後 讓水乾淨之後 我進來用水去冷卻它 這樣子可以省電省掉 六成以上 要不然我全部都靠冷氣 那受不了 不是說它自己電費的問題 你這個國家要去捨破 或者它的資料中心 你這個電力的耗人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好 所以回到我們台灣 它現在為什麼要選擇 張濱工業區 其實在之前其實 它也曾經被卡關過 原因就是在水 那水的問題解決了嗎 對 就在今年年初 這個彰化市政府 真的是緊急的綁快 把那些叫做 浮馬菌的水菌給完工了 因為原本就Google 它在張濱工業區 一天要耗8000噸的水 可是台水一天 只能勾1萬5000噸 問題是張濱工業區 不是只有你 有那麼多廠商 那你一家就吃掉8000噸 那其他人怎麼辦 所以這個張發先生 趕快把這個浮馬菌 給修好之後 一天勾水就可以到5萬噸 所以你看到 Google到了張濱工業區之後 它第一期見的 現在已經要到第三期了 好 那現在它又到 抖六工業區也是一樣的情況 因為當地只要能夠 提供穩定的水 穩定的電 其實對它來說 這個Google能夠到台灣來 真的是如魚得水 好 那雲敦如果是未來的趨勢 尋股的方向呢 他們Google的概念股很多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這個 大概也不陌生的享受 為什麼我會比較 享受 因為它不是只有Google概念股 它是多重概念股 它基本上也是Apple供應鏈 現在很夯的AMD 它也是供應鏈 因為它做什麼 它就是做高速傳輸晶片的IC設計 高速傳輸 基本上你現在不管是雲端 不管什麼 你通通都要用到它 所以它幾乎就是各個領域通吃 所以你看它光一個上半年 你看它的業績的成長是大爆發 你看到我們看到 給大家在畫面上看到的數據 你看到第二季 尤其它第二季的稅後的存力 年增將近三倍 嚇死人 那整個上半年的營收 也成長了170 稅後群也成長了170幾發 那更重要的是 第三季法人預估它的成長率 也有可能都是至少兩位數幾票 所以它有 第一次在給大家看 第三季法人 minus一位 超越計劃 超越新電量 超越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